吉他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少了他我就准备要领爱心手册了 吉他是我的时光机 老板进来 老板进来 进来 大家好 我是哈勒 哈勒 大家好 我是Bob 那时候18岁 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我父母讲说我很喜欢吉他 然后我想要到台北 大家就觉得说你怎么弹吉他 都是别人的影子 因为太爱了所以就有点恨自己 有把这个我最爱的事情做好 没有 因为那时候离开家 就是真的身上什么都没有 然后第一个晚上到的时候 把他妈妈问我说你好不好这样 然后我个性又很倔强 我说很好 我很好 这样结果挂电话的时候我就哭了 我像谁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还是能够弹吉他 音乐的本质不在于技术的展现 是你到底爱不爱 这个跟你一起相处的乐器 我觉得我还没有什么很大的针灸 但是我对我现在的表现 是算蛮开心 但是还要再越来越好 赶快来 赶快来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